學測99這一題是在看面積的 我們先把這個點的資訊先把它畫出來 現在有很多點,總共有五個點 AB、P、Q、R 這個點的位置畫出來之後 他想要問這三個面積,都是以AB為底 這裡其實圖形上,高好像都蠻靠近的 就算面積可以用底層高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想要去算高是多少 不過在這之前呢,我們先把它的座標 先把它再寫清楚一點點 所以P點的位置是什麼? π1 所以這邊的位置是π1 但因為這個都很靠近呢,我們待會要估一個近視值 再估個兩位 P點的位置大概是3.1是1 那Q點的位置呢,負根號3跟6 所以Q點的位置是什麼? 負的1.732 我們用兩位就夠了 或者1.73跟6 那R是多少呢? 對,R的話是這個 32,然後以4為底 那32是什麼呢? 32是2的5次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什麼? 是4的2分之5次方 所以LOG的32,以4為底 這個其實是2.5 所以R的位置是2,然後2.5 好,那我們想要去看的就是這三個面積 所以我們這邊利用,因為它們底相同 我們就比較它們的高 可以比較它們的高來去計算 那這裡的話呢 因為等於是要算什麼? P,R,Q 個別到這條線的距離 這叫做高 那這條線叫什麼呢? 這條線叫做X加Y 通過10跟01 剛好就X加Y等1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三點到這個線的距離 其實也不需要算出來 我們只要比較大小就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製造平行線 看那個誰離它最遠 我們不需要把深正的實際的距離做出來 所以P會位在哪條平行線上呢? 因為平行線都要S加Y 所以就會X加Y 通過P這點 所以算起來大概就是什麼呢? 就是4.14 那R呢? R的話就會位在X加Y 會等於4.5的這條線上 那Q呢? Q就會位在X加Y 就等於6緊到1.732 就等於4.27這條線上 那誰離這條線最遠呢? 當然就是後面數字差越多了會越遠 但是數字差不是實際距離 實際距離還要再除掉這個 把向量長度還要除掉根號2 但是我們比較大小的話 我們就知道R事實上是最大的 那接下來呢 這個就是中間的 這個是小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RQP 所以RQP 所以答案就是第一個 所以這題 重要的概念就是 它看起來有些無理數 無理數的近似值要會寫 那其實可以注意到 同底 同底要算面積大小 就是用高來計算 那這一題也有一些同學 可能會用行列式來做 用行列式用向量來算面積 也是一個蠻自然的 不過這邊用距離可能是一個最快的方法 但是用向量也是可以的 我們一定會這樣做 你可以的 而且 我們可以做到 有一個有趣的 有什麼 有什麼 感谢观看